第二章 骤然而至的战争 八 作者 毛海贱 在林泽徐的设想中 第二种战法是舰船交锋 为此 他专门拟救了脚移兵勇约法七章 详细规定了具体的战术动作 按林的部署 这种交战应在内疆进行 早在林泽徐始月之前 关天培刚刚接任广东水师提督 便提出在虎门后路以诗船十艘 另配以求水镇士兵 中水兑泉兵 爬围兵 能服深水兵共一百三十名 与闯过虎门主阵地的敌舰交战 林泽徐治广东后 又在中国传统的水战战术中 摘出火攻战法 也就是多架拖船 满载车薪 背带火器 分为树队 站住上风 漏夜 成流纵放 林泽徐所规定的舰船交锋 是关天培的水师师船战法 与传统的火攻战法的结合和发展 林泽徐的战术为 一 以战船十二至十六支分作四对 斜向攻击敌舰安炮较少的头和尾 利用其船小灵便的特点 站住上风进敌 若在船手攻其船敌 毁其翻锁 若在船尾毁其舵与后舱 二 在接敌过程中 如炮力所及就先开炮 致鸟枪可及兼用鸟枪 再近可抛火罐施喷筒 火罐应在船围上抛出 喷筒应在船手施放 三 当清军战船完全靠近时 兵勇须跳上敌舰 用刀砍杀疑人 并砍断敌舰上的舵车及各翻锁绳缆 使之完全丧失行动能力 四 顾瓜皮小挺三十支 上装甘草 松明 蘸油麻片 配以十分之一二的火药 小挺的首尾用五尺长的铁链连接 其一头栓七八寸长的大铁钉 交战时水手半身在水 滑桨而行以劲敌 接敌后用大铁钉将小挺定在敌舰舰体上 然后纵火燃烧 这种战法被称为 攻守尾越中舱之法 为了训练清军士兵掌握这种战术 林则徐购买了鹰商船甘米利质号 改为安炮三十四门的军舰 作为模型 让清军进行训练 林则徐设计的这种战法 可谓是书生义兵的典型 他没有航海经验 没有近代舰船作战知识 全凭着感性认识的推论 在头脑或纸面上演绎 并没有考虑在交战中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在双方箭炮威力窘疏的情况下 清军战船在进敌过程中必然遭到极大的损失 航速和操作灵变性并不占优势的清军战船 很难进入专对敌舰首尾的斜向夹角 即便进入了此种夹角 敌方舰船稍稍摆舵或改变翻面 方向顿变 而清军战船欲重新进入斜向夹角 需做扇面运动 动作极大 且不论清军战船在性能上 能否跟上此种扇面运动 若不引起对形阵法大乱 已属姓氏 鹰剑因远射重洋之需 又与西方各国交战之要 剑体十分坚固 不少舰船外包金属材料 鸦片战争中 清军的火炮对之也难获大笑 而林泽徐提到的鸟枪 火罐喷筒之类的兵器更难得力 尤其是在船围上用手向鹰剑抛扔燃烧着的火罐 在实战中似乎没有可能办到 由于双方的舰船大小迥异 高低立线 即便清军战船费尽全力靠上敌舰 兵勇也难以跳跃 水面相交 两船靠近时间很短 不比陆地爬越高涨 兵勇登上敌舰后 用刀砍杀诸法 显然脱胎于前面说的林泽徐奏折中 击刺步伐巨飞所嫌的判断 至于用大铁钉将火船定在敌舰上 然后放火焚烧 想象的成分很大 实战中似乎没有可行性可言 不必再做分析 综上所述 我以为林泽徐的这种图上作业 设计的越周密 距离实战越远 这是书生义兵最容易犯的错误 在林泽徐的设想中 利用民众进行袭扰 是对上述两种战法的补充 广东沿海的鱼弹人家 多有贩运鸦片 接济鹰人淡水食物等情势 林泽徐在断绝通商之后 为使虎门外帛流的鹰传鹰剑 早日回番放羊 采取了断绝供应的办法 并没有奏效 林泽徐的以毒攻毒之法 也就是顾木鱼弹人家 火烧鹰船 正是在此背景下萌生 这种攻击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1840年2月至6月 五次行动后 英国的舰船 并没有因这些行动而扯翻西去 除顾木鱼弹人家 在虎门口外实施火攻外 林泽徐在内疆和陆地 也有牧勇和团练等情势 我在第一章中曾谈到 清军的数五成法 正是这种落后的军制 使清军极为分散 临时总有兵力不肤之感 林泽徐慕勇正是为了弥补清军兵力的不足 以勇配合清军作战 另在英人容易登岸姿势的地方 林泽徐没有足够的兵力派驻 便组织地方团练 允许开枪动刀 各保身家 从林泽徐的奏折和攻毒来看 他的困难并不是利用民众进行袭扰是否正当 是否会引起意外后果 而是由此产生的财政问题 顾勇须官府出资 这就限制了顾募的规模 团链虽不用出资 但需有赏格激励 清廷不可能为此而动波银两 航商们的资金 似暂时地帮他解决了这一问题 有论者将林泽徐利用民众的种种做法 与后来的人民战争相比拟 我以为这是不恰当的 无论是雇勇还是团练 都是清朝的传统方法 并非是林泽徐的自创 您被雇为勇后 就是清军的临时成员 临时部队 是清军外延的放大 团练由乡绅进行组织 不离家土 活动范围有限 除林泽徐外 在鸦片战争中 沿海各省大力 无不实行此策 至于准人人持刀痛杀 在缺乏一定的组织实施下 很容易留为效能有限的恐怖活动 这些与人民战争之间的区别 是极其明显的 从另一角度来看 出资顾目社会上最不可靠的一群人 转为官府的倚众所在 更是广东历来的做法 嘉庆年间的民间小说《慎楼志》 曾提到广东水师不足事 海匪成灾 梁广总督目匪为勇 以匪治匪 虽未必能米道 而民之为道者却少了许多 恕乎正本清源之一节 小说家的话 并不是此类方法 何时行于广东的考据材料 但小说家对此方法如此之详 却说明了 这方法并非是官场诡秘之道 而在民间已深入人心 实际上雇勇也罢 团恋也罢 准人人持刀痛杀也罢 最重要的是 他们在实战中的效果 从鸦片战争和后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史实来看 他们虽不能说毫无效果 却绝非取胜之道 民众的游击战争需要组织上和战术上的指导 方可有效 民众的游击战争需要在地理形式上站立 方可实施 民众的游击战争需要觉悟和牺牲精神 方可支持下去 这一切都是当时所不具备的 其中的要害是当时的官民对立 不能想象用武力镇压而支撑的政权 能够如此密切地与民众合作 林则徐为官场中人 不论他的动机和操作有何招数 莫能置身度外 由此 并非由林则徐独创的利用民众诸法 也是不足视的 以上对林则徐置敌方略的批判 是基于后来发生的大规模的战争这一事实 认为其不能取胜 而据林则徐等人的判断 一律只会私邀少数军舰篡犯 若此 那一切又当别做他论 至于林则徐的置敌方略 能否应付林则徐所估计的敌情 就历史的发展来说 这种讨论失去了针对性 如果仅仅从事实出发 川鼻之战后 至1840年6月下旬之前 鹰剑一直处于被动状态 没有对清军采取行动 若此 将之称作林则徐置敌方略的成功 似乎也非大错 1840年3月24日 鹰剑杜鲁一号使道 虎门口外的英国战舰增至三艘 6月9日 鹰剑鳄鱼号使道 6月16日 东印度公司的武装轮船 马达加斯加号使道 所有这一切都在林则徐的意料之中 但是没过几天 局势急转直下 完全出乎林则徐的意料了 1840年6月21日 出任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的英驻东印度海军司令 博迈 率由印度开来的舰队使道 6月28日 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乔治一律 率由南非等处开来的舰队使道 不久后英国侵华军全部到齐 此时 在华英军的兵力远远超出了林则徐的估计和想象 其中有海军战舰16艘 迈尔威利号 炮74门 威里士里号 炮74门 伯兰汉号 炮74门 杜鲁伊号 炮44门 布朗迪号 炮44门 康威号 炮28门 沃拉伊号 炮28门 鳄鱼号 炮28门 拉恩号 炮20门 海阿新号 炮20门 摩底士底号 炮20门 宁罗德号 炮20门 贝拉底斯号 炮20门 巡洋号 炮18门 哥伦拜恩号 炮18门 阿尔吉林号 炮10门 东印度公司派出的武装轮船4艘 皇后号 马达加斯加号 阿特兰特号 晋曲号 另有英国海军运兵船响尾蛇号和雇用的运输船27艘 英国陆军共有3个团 爱尔兰皇家陆军第18团 苏格兰步兵第26团 步兵第49团 另有孟加拉国志愿兵等部 地面部队共4000人 核指海军 英军总兵力共约六七千人 相对中国的人口和清军的兵力 英国远征军的规模并不惊人 但是如果从西方殖民史来看 这是一支颇具武力的军队 更出乎林泽徐意料之外的是 这支强大的军队并没有立即向虎门或广东其他地区发动进攻 而只采取了相当软弱的对策 1840年6月22日 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迈 在其到达的第二天 待所率军队到齐后 仅发布了一项从6月28日起封锁珠江口的告示 便于当日晚上起领兵次第启程 北上进攻舟山 6月30日 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乔治一律 在其到达后的第三天 也和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一起率军北上与博迈会合 此后 广东沿海的英军又有陆续北上者 虎门口外仅留下英舰四艘和武装轮船一艘 执行封锁任务 英军的这一行动自是执行外向巴迈尊的训令 1840年2月20日 巴迈尊至海军部的攻函中称 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路上的军事行动 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 同日 巴迈尊给乔治一律和查理一律的训令中 提到了他和海军大臣各颁给博迈的训令 其中规定作战方案为 在珠江建立封锁 占领舟山群岛 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 以及阳子江口和黄河口 博迈和乔治一律对此事完全照办 林则徐并不知道英军的作战方案 他见到的仅是博迈封锁珠江口的命令和查理一律 于6月25日26日的两次文告 按照清朝的官场用语 这些文件的态度算不上强硬 于是林则徐误认为 他的制敌方略成功了 英军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正是见其有备 无戏可成 知难而返 他在奏折中 资会中 御令中 书信中 都明白表露 英军不敢巨型骚扰 再与广东防备严密 后来 林则徐听到定海失线的消息 更是指责浙江方面 没能像广东那样早有准备 他害怕有人以定海的失线来攻击他 再给有人的信中写道 又起月省所能待防耶 林则徐的这种说法只是主观的异端 后来的事实证明 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 绝不是害怕林的武备 但是林则徐的说法 显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尤其是对于那些 不相信天朝武功 居然不敌岛仪之计的人们 更是如此 1841年1月 新任闽浙总督 闫博涛 和新任浙江巡抚 刘运科 不顾天怒 要求启用 获罪革职的林则徐 理由之一是 该以所谓计 1841年5月 广东民众在 尽忠报国 全粤一民 欲英一席中 振振有词地问道 如以称厉害 何以不敢在 临攻任内攻打广东 鸦片战争之后 产生的三不始著 道光阳搜征服记 一分文记 中西记事 皆说 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 英军无系可乘 遂北犯定海 他们把后来 广东战事的失败 归结于林则徐的去职 他们将各地战事的受挫 归结于当地没有林则徐 尽管林则徐的制敌方略 当时未经实战 但他们已在心目中 认定林则徐必胜无疑 处在失败中的人们 找不到胜利的迹象 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 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 而且局势越危急 战争越失利 这种希望之火 就越放光芒 由此 一个神话诞生了 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 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 并流传至今